士兵突击剧中没有一个女主 故事情节也像潮水一样生闷 剧中的经典台词不抛弃 不放弃 也成了很多人的座右铭 这部剧让王宝强火并大江南北 让很多演员的事业迎来新的发展 王宝强凭借许三多这一角色而走红 之后 王宝强更是成了一线明星 他导演的《大闹天竹》却票房不佳 还获得了最令人失望的导演奖 陈思成因饰演成才一角 逐渐被观众所熟知 陈思成将更多的心思放在导演上 在士兵突击之后 2018年 李晨导演了首部作品《空天力》 获得第25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 最受大学生欢迎导演奖 段一红屏借电影《烈入灼心》和《暴雪将至》 两次获得影帝 是对老段影迹的最好证明 张艺平借士兵突击中的始经一绝 逐渐被大家所熟知 2018年 他出演的电影《江湖儿女》 入围第71届 嘎那国际电影节 主竞赛单人 张国强因剧中饰演高成一剧而成名 2010年 张国强在《我的兄弟在顺流》中 饰演新四军司令员陈大雷一角 因此剧荣获当年最佳电视剧《南远云大将》 剧中饰演雪儿和王大志 也获得过影帝的头衔 2014年 王大志凭借电影《我不是王毛》 成为中国首位俄罗斯邦达尔丘克电影节影帝 不过当年饰演拓永刚的演员刁海明 却在2017年因病去世了 他在剧中饰演的27号 给很多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去世时才45岁 真的让人无比遗憾